宋慧乔长得很漂亮 即使女人嫉妒的对象 也是无数男人心目中的女神 1996年凭借着模特大赛出道的宋慧乔 很快受到关注 随后进入演艺圈 拍摄了一些电视台喜剧和短片 一直到2000年才正式走路 参演了首部处女座《蓝色生死恋》 该剧让作为新人的宋慧乔一夜爆红 收获了巨大的成功 之后相继出演了《情定大饭店》 守护天使、浪漫满屋、太阳的后裔等影视剧 同样受到圈里圈外的一致认可 在韩国爆红后的孙慧乔 辗转进军中国影坛 凭借着完美的形象与精湛的演技 参演了《太平伦》一代租师《我是女王》 一度让这位韩国女星收获了巨大的人气 还频频被邀约参加各种活动 接了不少的品牌代言 如此短的时间 获得如此大的成功 不得不让同行敬佩和忌妒 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谁让人家长得漂亮 人缘好和演技好呢 而近35岁的宋慧乔在娱乐圈 那叫一个叱咤风云 只是令人遗憾的是 至今仍是大能圣武 对于感情这时 有过几段如胶似漆 只是后来都无疾而终 第一段是裴武俊 第二段是李炳宪 第三段是玄斌 至于绯闻恋情则不计其数 对于这样一位大美人明星身边从来不缺乏追求者 可是为什么至今还没有把自己嫁出去呢 在小编看来有三个原因 首先是长得太漂亮 男人喜欢漂亮的女人 但并不希望娶回家做媳妇 一是不太放心 二是美是需要钱来维持的 其次宋慧乔太过于强势 每年都忙着拍戏赚钱 试问有几个男人 愿意自己的女人压过自己呢 最后就是还未真正遇到属于自己的性命 再者35岁这个年龄也不算很大 还想再过几年的自由生活